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免揉吐司面包的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260克的清水 先加入4克酱母粉 再加入15克的白糖 然后用打蛋器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一直把酱母粉搅拌至完全融化的状态 搅匀后我们先加入3克盐 再加入15克的食用油 然后用打蛋器把它们再次充分搅拌均匀 接着我们再加入350克的高筋面粉 然后用铲子把它们上下翻拌均匀 一直翻拌成像这种没有干面粉的状态 翻拌均匀后我们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把它放到冰箱里面,让它发酵一个晚上 像这样体积明显变大 我们的面团就已经饧发好了 接着我们把它移到面板上 先给它折叠底下,排出里面的空气 然后再把它擀成一张厚度约5毫米的长方形饼皮 擀好后我们再像这样把它从一头慢慢的卷起来 卷好后再把它放到吐司模具里面 然后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二次醒发至两倍大 面团饧好后我们在表面再给它刷上一层牛奶或者鸡蛋液 这样我们的生胚就做好了 接着我们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烤箱中层上下火190度 烤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面包放凉以后我们再把它切成自己喜欢的薄片 这样我们的吐司面包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的吐司面包吃起来非常的松软 切片以后我们不管是抹上奶油或者自己喜欢的果酱 还是用来做成三明治都非常的好吃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